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先看一下 über eins是一段话 不定贯词 不定贯词的阳性的单数 所以用的是 einem 他的这个朋友有两个孩子 因为已经提到过这个朋友了 所以这里我们用定罐词 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这里表示数量 而 son 和 tochter 这里都是第四个 所以要注意一下是 einen son der son öffnet die Tür 因为 son 此前出现过 所以这里依旧有定罐词 那打开门肯定是有一个特定的门 所以呢 此处的 die Tür也是特指 die Tür öffnen 大家注意一下 öffnen这个词是打开的意思 die Tochter macht Hausaufgaben und schreibt einen Test 这个女儿呢 在做家庭作业 并且在写一个小测验 看一下 Hausaufgaben因为是复述 此时呢 要有不定罐词的情况 而复述的不定罐词是没有 所以这里是不用填写 而后面的 Test 是 der Test schreiben 是写的意思 der Test 那么这里用不定罐词 第四个阳性就是 einen der son macht Übungen und bietet einen Satz 这里的情况和上句是一样的 这个儿子 他在做练习 并且造了一句话 做练习 练习这里是复述 所以前面不用罐词 Einen Satz 因为原来的Satz是阳性 Dier Satz 这里又是单数 所以这里是阳性单数 第四个 用的是Einen Einen Satz Bieden 这个词组的意思是造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道练习 第二道练习呢 主要是要请大家判断一下 什么时候是零贯词的情况 首先我们看第一句 Mustest du te 你想要喝茶吗 在物质名字前 我们不需要加上罐词 Nein Danke Ich trinke eine Tasse Kaffee 这里我想要喝一杯咖啡 因为有了两词 Tasse Tasse是阴性的 那此时我就要在Tasse前面 加上不定罐词 表示数量一 我们看一下 Bi这句 Hat Jorhen Geschwister Ja Einen Bruder Und Einen Schwestern 我们看一下 前一句 Hat Jorhen Geschwister Jorhen 他有兄弟姐妹吗 因为Geschwister 这个词啊 本身就是一个 副数名词 所以啊 我此处 不用加上罐词 第二句 Einen Bruder Und Einen Schwestern 其实啊 这句话是省略了 Einen Hat 这一个结构 是一个第四个 Sein Bruder Ist Ingenieur Von Beruf 他的兄弟 是工程师 那表示一个人的职业 职业前面 也不用加罐词 同样的后面 Seine Schwestern Studiert Germanistic 他的姐妹 是学日耳曼语言学的 Studieren 后面学的科目 也不用加罐词 我们看一下 C Wir haben Nuerst Bitte bringen Sie Wasser und Kaffee Und Eine Flasche Cola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Durst 抽象名词前 我们不用加上 任何的罐词 而第二个 Wasser und Kaffee 物质名词前 我们也不用加罐词 而后面的 Eine Flasche Cola 一瓶可乐 因为有了量词 Flasche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加上Eine 表示数量 我们看一下 Day Hast du Hunger? Ja, ich habe Hunger 此处 Hunger 出象名词前 全都不用加上罐词 我们看一下 A Shanhai I ist eine Stadt In Hina 北京 Is die Hauptstadt von Hina 上海 和Hina 这两个地名前 全都不用加上罐词 而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 上海 是中国的 一个城市 那此处 Stat前面 我们要加上 不定罐词 Eine 因为Stat 它是一个 音信的名词 这里是第一个 那我们依旧用的是 Eine 北京 ist die Hauptstadt 注意一下 这里 Hauptstadt 是首都的意思 那首都只有一个 一定是特指 所以啊 Hauptstadt 前面 一定要加上 定罐词 D 我们看一下 F Habt ihr Zeit? Nein Höter haben wir Unterricht 首先第一个 Zeit haben Zeit 是一个抽象名词 所以前面 不用加上罐词 你们有时间吗? 不 今天我们有课 Untereicht haben 也是一个固定词组 前面 不用加上 任何的罐词 G Ich brauche ein Auto 我需要一辆车 这里没有特指 只是饭指 而Auto 是 Das Auto 所以啊 第四格 单数 中性 那用的罐词是 I Hastogelt Gelt 这一个抽象名词前啊 我们不用加上 任何的罐词 复习结束之后 我们一起来回到 我们今天的新课 在这五种罐词 定罐词 不定罐词 否定罐词 零罐词 以及物主罐词中 我们已经讲了 前四种的情况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物主罐词的情况 人称代词 有多少 物主罐词 就有多少 所以物主罐词啊 它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在第一格的时候呢 有两种变革的情况 阳性 以及中性 在第一格的时候 使用的是同一种变化 而在第一格时 阴性和负数 要比阳性和中性 它们的情况 多加上一个词尾A 到第四格的时候呢 情况要稍微 变得复杂一些了 因为啊 在第四格时 阳性也要发生 词尾的变化 要在原来的基础上 多加上一个AN 而中性 阴性和负数 依旧保持不变 我们拿 我的 MINE 来举例 在第一格时 阳性和中性的贯词是MINE 阴性和负数是MINE 在第四格时 阳性变成MINE 中性依旧是MINE 阴性和负数 依旧是MINE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所有物主贯词的阳性 第四格变化 我的MINE 你的 DINE 他的 注意一下阳性的和中性的他的 都是SEIN 而阴性和负数的他的 都是IERN 我们的OTHERN 你们的OERN 请大家注意一下 同样的在阳性的第四格变化当中 OER 词尾加上的AN就变成OERN 而当中的AIA要去掉 所以最后变成了OERN 那我们在句子当中怎么判断 我使用哪一个物主贯词呢 还是要根据我们上节课说的方法 先决定使用哪一个人称代词的物主贯词 当然了 这是要根据句子的意思来判断的 然后再决定使用哪一个贯词 此时根据的是 后面它这个名词的姓数格 先看它是单数还是负数 如果是单数 是阳性中性还是阴性 最后再看它是第一格还是第四格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以下的两个例句 此处让大家填空的话 你应该填哪一个呢 首先我们可以判断出 这里要填的是SEIN这个物主贯词的变革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Schmidt先生 这是他的夫人 那Heir Schmidt 他的 阳性的他的 就是SEIN 那确定了用哪一个物主贯词之后 那么我们就要再看 Frau这个词 Frau这个词 这里是单数的 那么就要判断它的词性 是阴性 那阴性的话 这里又是第一格 所以我们用的是SEIN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句 Ich esse Apfel 那此时我要填的是 我在吃我的苹果 那我的就是MINE 那填的是MINE的哪一种变化呢 我们接下来第二部 先看Apfel Apfel这个词是单数 那就要判断它的词性 Apfel是阳性 阳性单数 这里面要注意 它是一个宾语 所以这里是第四格 阳性单数第四格 所以此时填的是MINE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的两个例句 我们之前说过 第三人之的人称代词 指的不仅仅是人 它也可以指代物 那么这两句 Das ist ein Auto Price ist hoch 此处让大家填一个罐词 你会填哪一个呢 首先我们要判断 此处用的物主罐词 是哪一个物主罐词 因为I Auto 它是一个中性的词 那中性名词 我们一般用S来替代 那S的话 它的物主罐词就是SINE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判断一下 Price这个词 Price这个词 此处是单数 单数的话 它又是一个阳性名词 而这里呢 它是一个第一格 阳性 单数第一格 那我们就可以判断出 这里用的应该是SINE 看一下第二句 Das ist eine Tasche Faber ist hoch 那我们要判断一下 Faber前面用的这个物主罐词 究竟是哪一个物主罐词 看一下前面 Eine Tasche 这是一个包 它的颜色是红色的 它的颜色 那就是包的颜色 Eine Tasche 阴性的词 那这里是不是应该用Z 来替代Tasha 那Z的物主罐词就是Ear 所以此处啊 我们先判断出 它用的物主罐词 应该是Ear的变革 那这里的Faber 又是单数 阴性 第一格 所以啊 此处应该填的是Ear的 阴性第一格的变化 就是Ear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下下面的练习 请大家判断一下该用哪一个物主罐词 因为书上的练习比较多 那Livia老师呢 就选取了书上几道 比较有难度的题目来讲解 书上剩下的题目呢 请同学们自己课后 巩固复习时去完成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句 geben Sie mir bitte Ihren pass ich habe meinen pass nicht 请给我您的护照 我没有我的护照 这两处啊 都应该填的是第四格 而我们看一下 A 请给我您的护照 我们可以判断出 首先要用物主罐词您的 也就是大写的Ear 那这里呢 pass是阳性的 单数第四格 那这里Ear就要变成Iren 同理 后面一句啊 要用meinen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C Hans ich brauche dein Buch deinen Bleistift und deine Uhr Warum mein Buch mein Bleistift und meine Uhr sind zu Hause Hans 我需要你的书 你的铅笔 和你的表 为什么 我的书 我的铅笔 和我的表 在家里 我们看一下 前一句用的是第四格 后一句用的全都是第一格 而Buch 是中性的 Bleistift 是阳性的 Ur 是阴性的 所以在第一句中啊 这三个罐词 全都用的是 不一样的变革 而在第二句中 全都是第一格 中性和阳性 物主罐词都用同一个 所以啊 这里都用mei 而音信 Die Uhr 要变成 meine Uhr 我们来看下一句 Bragst du dein Fahrrad? Ja, bitte Bragst du dein Fahrrad? Ja, natürlich brauche ich mein Fahrrad Shade My Fahrrad ist kaputt 我们来看一下 前两句都用的是第四格 Fahrrad Das Fahrrad 那这里啊 我们看一下句E 你要用你的车吗? 那第一句就只填你的 当然 我要用我的车 第二句填我的 因为Fahrrad是中性的词啊 所以啊 第一格和第四格 全都是dine 或者是mein 那第二句 Shade My Fahrrad ist kaputt 看一下这里有个词 Shade 可惜 遗憾 我的车坏了 实际上这个人啊 是想问他借车 所以要问他 你需要你的车吗? 这个人啊 因为他要用车 所以他没有办法借给第一个人 所以第一个人啊 要感叹一下 太可惜了 Shade 我的车坏了 这里有个词 kaputt kaputt这个形容词 表示的是坏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词听上去 有一点坏了的意思呢? 我们来看下一句 Wir besucht heute ihre Erten Frau Kaiser 今天晚上 谁去拜访您的父母呢? Kaiser女士 看一下Erten这个词 此处啊 应该是第四格 而您的是Ihr Erten它又是个复述词 所以啊 复述的第四格 Ihr 讲完了语法 接下来呢 我们终于要回答 我们的课文了 接下来请大家看一下 Text Day 首先还是要请大家听一篇文章 然后回答一下 以下两档问题 首先第一档问题 Wir spricht in dem Text? 在这篇文章中 是谁和谁在对话? 看一下Bate道题 Was hat Susanne? Kreizen Sie bitte an Susanne有什么样东西? 请你在这样东西前打叉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三样东西 首先 Der Bar 球 第二个 Das Fahrrad 自行车 第三个 Das Auto 小汽车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可以听出来 一共有三个人 在这篇文章中 进行了对话 Susanne WangDali 讲完了语法 Lektion 3 Text D Hat Sie Susanne Ja Papa Ich komme gleich Susanne Das ist Herr WangDali Aus China Guten Abend Herr WangDali Guten Abend Susanne Was hast du denn hier? Das ist ein Auto Hast du Kinder? Ja Eine Tochter Sie heißt Lily Hat deine Tochter Auch ein Auto? Ja Ein großes Auto Schau mal Mein Ball Hast du Auch einen Ball? Ja Susanne Hast du hast Auch 你也可以写 那实际上我们通过前文就可以知道 那在这篇文章中大家听出来 大家有没有选对呢 接下来请同学们再听一遍完成下第二题 请同学们一边听一边填完整文章 应该不是非常难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开始Suzanna的爸爸说 Suzanna, Ja, Papa 我们听到在德语当中啊 其实小孩子叫父母也可以叫爸爸和妈妈的 那接下来 Ja, Papa, Ich komme gleich Gleich, gleich,立刻马上 是的,爸爸,我马上就来 Suzanna, Das ist Herr Wang Dali aus China Guten Abend, Herr Wang Dali 晚上好, Wang Dali先生 Guten Abend, Susanne Was hast du denn hier? 你在这里最近有些什么呀, Susanne? Das ist ein Auto 这是一辆小汽车 你也有一个穷吗? Ja Suzanna呀,她是非常喜欢展现自己东西的小孩子 但是Suzanna才问了两个问题 她的爸爸就说 Suzanna, Du hast aber viele Fragen Suzanna,你的问题也太多了点吧 这呢,也是一篇非常简单的小对话 请同学们回去,要多听几遍 最好跟着录音能够多读几遍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雅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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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Auf Wiedersehen!